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老同学 加个微信 我这个行业你也想加 你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加 他说话不着人听啊 远不如小时候靠谱 而且还乍乍乎乎的 说实话我在高铁上看见你的时候 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是你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小路乱装了一下 我心想 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 长得像我的理想型 仔细一看 陈麦冬 我的就天然 你现在话怎么这么多 我本来话就很多啊 估计狗都嫌 不跟你才是狗都嫌 小杰这样的你都能挑出错来 我跟他性格不合啊 我跟他性格不合啊 装浅没缘了是 特色 开撑了吗 开了 单位的成员 什么意思 孕尸车 这回你信我了 咱姐就是被屁为了 我给你两条路 明天跟我去看中医 看看你是上边有病 还是下边有病 奶奶 要是有病 我砸锅卖铁 电机水疗都给你吃 要是没病 你就给我头拱地的去献英雄 打住 这一天天都神经了 原来你会笑啊 你平时为什么不笑 工作特殊 得控制情绪 求而九十就习惯了 遇到热闹高兴的事 也不往前凑 怕人嫌 你的职业很伟大 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 就绊住自己 懂你的人 自然会接纳你的一切 不懂的人 就算你改变了也没有用 这是你的什么经验之谈吗 这是本残疾姑娘 以过来人的身份 对你的忠告 你得信 程白东 我走了 下次回南平再见了 我们不跟人握手 也不喜欢说再见 就 祝你一路平安吧 少跟我来这一趟 有些人和事不能奢求 该离开的 程白东 再见 再见 总会离开 阳边触车马 挥手辞亲故 我身本无乡 兴安是归处 兔孙啊 永远要记住 会哭的孩子才有唐翅 要离开的人也怕留 要离开的人也怕留 要离开的人也怕留